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A等厂商推出的升降式结构抢去了很多风头 但是初代Mix系列留下的经验实在是太过深刻 尽管小米不断地去塑造数字系列的高端形象 但是也没有改变 在不少人心目当中 Mix系列才是小米最高端产品代名词的想法 Mix3的表现不佳也让不少人对于Mix4的呼声是越来越高 但是这一等就是这么长的时间 本次在小米Mix4上面我们终于看到了Unibody全陶瓷机身的回归 这种温润的手感确实让人爱不释手 陶瓷加工的水准也进行了升级 减轻重量的同时保持坚固 现在你看到的这台影清灰配色 灵感来自于北宋年间的陶瓷珍品影清瓷 看起来非常优雅有点天青色的感觉 摄像头区域让我们想起了当时在看到小米11Ultra的时候 第一印象 小米Mix4镜头模组就像是小米11Ultra去掉了负屏 不过最上方的两枚镜头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重新设计 转到机身正面Mix4虽然是曲面屏 但曲率比小米11系列要小 二角也经过了重新设计 Mix4的屏幕像是略微悬浮于机身的表面之上 视觉效果和精致感都是非常不错 即使你是直屏党相信也会喜欢上这个屏幕的微小曲率 边框方面Mix4并非四边等宽 下巴稍微宽一点点 另外整机都没有Mix的标志 只有小米的logo 这点还是让人有点意外 要知道Mix4的上面可是有金色Mix标志的 手感上来说Mix4的厚度是8.2mm还是比较薄的 镜头部分比机身背板凸起约3.5mm 重量方面225g 考虑到全陶瓷机身的影响 这个重量甚至可以说是比较轻的 作为探索全面屏形态的代表 Mix在等待了多年之后 第一次引入了屏下摄像头技术 大家最关心的当然就是这块屏下摄像头的区域 显示效果如何 我们先来看一下屏幕的排列方式 在普通显示区域的像素排列上 Mix4是一种类似于钻石排列的方式 蓝色和红色的像素点为零形 绿色像素点为椭圆形 而到了摄像头的显示区域 紫像素的形状变成了比较细小的微钻排列方式 像素更小 彼此之间的空间更大 更容易让光线穿过 来实现自拍和显示效果的平衡 而自拍效果如何 咱们放到后面拍照再来说 看完相组排列 要看一看摄像头部分实际显示效果如何了 原机附带了一张贴膜 在摄像头区域是有开孔的 点亮屏幕之后 视觉观感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 在点亮屏幕的情况下 不论是正面侧面还是一些较大的角度 都可以达到令人满意的显示效果 在日常使用的大部分时间里 你都感受不到前置区域有什么不同 但是如果你凑近了 在不同的角度仔细去贴着看 还是可以看出差别来的 小米MIX4这款是圆形区域的 而AXON30则是方形区域的 由于目前屏下摄像头的技术方面的限制 MIX4并没有用上2K级别的屏幕 分辨率是2400×1080 但是这块屏幕本身的素质是表现不错的 AMOLED材质微曲面 支持P3广色域 120Hz的高刷新率 480Hz的触控采样率 实测手动最高亮度可以达到471nit 而最高亮度甚至达到780nit 表现不错 屏占比实测是89% 这个数值上虽然看起来 并没有一些大驱律屏幕的手机那么高 但是摄像头的开孔去掉了 实际观感上的小米MIX4 4 屏幕更加完整一体 在这样一块完美的屏幕加持下 我们就想打开微信 点击订阅号 看到那个熟悉的图标了吗 点击就可以加入进来了 如果你不嫌烦的话 还可以将科技美学的账号 添加到你的桌面 在科技美学的公众微信账号 有关数码的任何问题 你都可以向我提问 每天我都会以语音的形式 回答大家的问题 可见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2K打孔屏 还有1080P的全面屏 不知道大家会怎么取舍呢 下面我们来听一下 小米MIX4的声音 MX4的声音十分的红量 上下扬声器音量均等 横置看剧听音乐都没有偏音的现象 在最大声音的情况下 声音还是稍稍有点毛躁 在杜比播放测试当中 我们还发现 这款手机和小米以往某些机型一样 由于版权的原因 并不支持杜比声音的播放 在播放HDR片源的时候 天空和面具的细节表现一般 看来小米内置的影音播放器 还需要再更新一下 相机方面也是重点了 前置2000万像素COP屏下前摄 后置主摄 还是小米打磨了很久的 1亿像素HMX 另外两颗分别是 1300万像素的超广角 以及800万像素 5倍光学变焦的 潜望镜式长焦镜头 主摄和长焦都是支持 OIS光学防抖的 表现令人期待 首先主摄样张当中 末日模式下 小米对比友商的机型 画面更为明亮 白平衡也很准确 远处细节也较为丰富 第二组 主摄花草样张当中 MIX4的画面观感不错 饱和度相比较于之前 有了明显的提升 第三组 内光样张 色彩宽容度 虽然说比不上友商机型 但是树枝部分的细节保留完整 切换到10倍长焦样张 搭载长焦镜头的 MIX4表现明显要好于友商机型 50倍超长焦样张当中 我们找来友商3.5倍 光学变焦的机型作为参照 调制相同的50倍变焦 结果一目了然 接着是1亿像素的样张 对比友商机型 细节丰富程度 一目了然 最后就是大家最为关注的 前置屏下摄像头的表现 首先是室内自拍样张 如果不告诉你 哪一张是屏下摄像头的机器 那么你能分辨出来吗 整体看来MIX4对比度更高 肤色也不是那么的红润 放大来看 眼角以及皮肤的细节 也没有普通摄像头开孔的手机 那样多 视角转换到室外 没有阳光直射的环境下 MIX4的表现也还算不错 这个效果你是否满意呢 总体来看 目前MIX4的屏下摄像头 只要不在光线直射的情况下 表现还是可以的 普通用户视频通话 以及简单自拍 基本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经常前置自拍的同学 就要慎重考虑了 夜景样张当中 在不开启夜景模式的情况下 MIX4的饱和度更高 开启超级夜景模式之后 亮度方面略低 但画面噪点比友商更少 夜景超广角的样张当中 噪点也是明显要更少一些 看来在后置主摄方面 小米的打磨是越来越有心得 视频录像测试当中 MIX的对焦和测光速度 都要更快一些 在普通录像当中 画面观感和色彩丰富程度 不相上下 但画面整体亮度和宽容度的表现 相对一般 防抖测试当中 默认模式下 画面抖动幅度相对较小 在开启超级防抖模式之后 稳定效果明显 但是在大幅度的跑动过程当中 还是可以看到有稳定产生的残影 性能方面 本次MIX4首发了搭载 骁龙888 Plus处理器 超大核的主频和AI性能都略有提升 跑分方面 在我们的数据库当中 属于旗舰的水准 但目前的测试版本 和骁龙888的机型相比 差距不是特别大 毕竟一款新的SoC 还是需要较长时间的调教和升级优化的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的实际游戏表现 在游戏测试当中 合并精英HDR高清 极限帧率 开启抗距齿阴影的情况下 运行30分钟 平均帧率59.7 测试结束之后 手机正面最高42.7 背面最高45 耗电12% 再看一下原神的运行情况 高画质60帧的情况下 运行30分钟 平均帧率45.7 测试结束之后 手机正面温度最高47.7 背面最高47.1 耗电18% 这个性能以及温度的表现 算是符合预期 略微有点高 应该还是工程机 加上调教首发方面的原因 等未来系统零售版本上市之后 我们还会继续为大家重新的测试 续航部分 MIX4配备了4500mAh的电池 在屏幕最高亮度 和最高刷新率的情况下 浏览网页 录制1080P60帧的视频 观看1080P的视频 玩主流游戏和平精英 原神各30分钟 最终剩余电量是39% 这个表现还是不错的 充电方面 MIX4搭载了120W的有线快充 和50W的无线快充 目前实测 最高功率可以达到98W 18分钟就可以充到100% 无线充电测试当中 默认的没有开启 无线急速闪充的情况下 5分钟可以充到20% 50分钟充到100% 实测最高功率 也可以达到49.07W 再进一步 在急速无线充电模式下 37分钟就可以充到100% 充电超速了 本次 MIX4还支持了 UWB一纸联技术 这个技术比较适用于室内 能够实现超精准的空间定位能力 比如指向某一个设备 就可以直接随手控制这个设备 我们后面将会在小米电视大师版OLED 那期视频里为大家呈现 这个技术只有亲身体验 才会感觉到它的神奇 我们也期待未来会有更多的设备来普及 说不定哪天小米就直接推出一个 AirTag青春版 让大家一起感受一下科技的乐趣 关于MIUI 本次MIUI13并没有和MIX4一同亮相 但是官方还是对于MIUI12 进行了更多的打磨和优化 MIX4支持定点网络优化功能 在你的周围网络条件比较差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标记这个位置 并进行智能优化 目前最多可以标记5个地点 电池选项当中也新增了均衡模式 限制能耗并控制发热 日常使用的时候可以获得更好的体验 另外MIUI的防丢机制也是非常的有意思 升级之后 实用性大大的提升 通过设置可以实现 有密码才能关机 拔卡也能定位 不兼容其他手机卡等功能 让小偷们看到小米之后就绕着走 小米MIX4也许不是一台完美的旗舰机型 在硬件和体验方面 小米MIX4的表现显然还不像小米11Ultra 那么完善和完美 但是如果我们回顾历代小米MIX 你会发现 每一代小米MIX4的产品都不是去追求完善或者完美的 它更多的是去追求一种探索的极致 MIX系列的气质本身就和那些旗舰机型是有所不同的 它的意义更多的是对于新技术的探索和尝试 如果你就希望买一台小米旗舰老老实实的来用 那么很显然啊 小米11Ultra更适合你 但是如果你是追求更帅的科技产品 小米MIX绝对要比数字系列旗舰更能打动你 就像小米最开始说的那样 小米是为发烧而生 而MIX系列就是给发烧友们最好的礼物了 以上就是我们关于小米MIX4的所有体验的内容了 应该说一句话吧 它终于实现了雷军的那个梦想 正面一整块屏幕 这是小米MIX4的第四代产品 也是未来手机的第一代产品 我是拿言 这里是科技美学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 我是拿言 科技美学正在进行大家测活动 顾名思义 大家测的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参加到测评活动当中来 在这里你可以申请到 最热门最受关注的数码产品 最重要的是它们都是免费的 在你得到了测试机会 并且完成了深度测评之后 不用归还 所以还等什么呢 现在就来科技美学的官方微博和公众微信免费申请吧 在一个月的时间当中 我们已经送出了超过25台手机 20台路由器 鼠标 键盘 还有蓝牙音箱等等 总价值超过了5万元人民币 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当中 我们还有更多吸引人的数码产品 在等待着你免费测试 好了 现在就来科技美学 大家测吧 吸屏之后 因为贴膜处的开孔 才会让我们注意到这个位置是有摄像头的 当然很多同学追求的是真正完整屏幕 最好任何干扰都没有 也就是说他们想撕掉贴膜 我们来替你展示一下这个过程 注意 由于这是一块曲面屏的贴膜 我们不建议普通用户这么做 撕掉贴膜之后 你可以看到 只要不仔细看 是很难发现摄像头的区域 显示有什么不同的 作为对比 我们可以拿出同样是 屏向摄像头技术的中心AXON30屏下板 在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显示方面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而家人 ό都不公私 所以我的手划 在έ rail 所有谷面 ağCON30屏下 136小时 18日更好 45共15的人 ii课 5